我国落实行管令3.0 但全面开放经济领域 让外界忧虑这种措施 无助于控制新冠疫情 不过财政部长拿督斯里东姑扎鲁表示 相比行管令1.0 我国每天亏损24亿令吉 和行管令3.0雷同的行管令2.0 每天将使国家亏损3亿令吉 亏损数额明显较低 东姑扎鲁今天在脸书发文指出 相比行管令1.0 行管令2.0造成的破坏力 远远低于前者 让我国第一季经济进一步复苏 经济萎缩大幅收窄 失业率也会缓慢降低 他警告 如果我国要全面封锁经济 恐怕我国的失业人数会突破100万人 可能会影响280万非正式领域的员工收入 经济破坏远远超过疫情本身 可能会带来的影响